我妈结婚你去了吗 你妈结婚我不去哪来你呀 我说我妈结婚你去不去 你哪个妈呀 我姐 你前妻 谈点父子女校的东北妇女 上王了哥 我要是你我就现在赶紧找 赶在她前面结婚 我看完我谁就不错了 你没话了 她过得很我开心 那你去吗姑娘 我指定去呀 我二八说我去就给我买鞋 二八呀 啥八 你大爷 就那男的 祝她幸福 这句话真虚伪 我跟你说 你盼着点我说话 你要是敢管她叫爸 我兜里这两万块钱 什么都不带给你 两万块钱就我给我随力 我跟我爸说我被困电提的了 有爸在 谁都不能欺负 灭火来了 哎哎哎哎等我一会儿 你走啥呀 那电提走往下走两步能咋的 我怕她突然启动 给我这大宝贝吞进去 咋整个 停 人家专家说了 打和骂对孩子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不是想骂你呀 那你为啥呀 我就想单纯的杀杀气呀 你没事总折腾我干啥呀 你就不管我多忙是不是 我也不是为了折腾你呀 我就是想气死你 哈哈哈哈 有你的笑意你这个坏孩子 啥酒 四个 啥酒 四个 啥酒 嗨 咱你放开这套 再玩会儿吧 我拿去 别烦我啊 哎呀 怎么没跟一半一起来呢 啊 不说你放过睡觉了吗 那你还说你脑袋疼 你进不睡觉呢 这会给你点硬行来卖啊 吃 吃完的话你就别睡觉 你是不还想出去玩去 我喝汤去 然后我再煮 看哪儿有啊 没有了 丑堂呢 装酒的贵的啊 这装的什么玩意 炸韭菜 卖那玩意 这条贵的喝 都不如一天天说你 啥事干上看个店里 这里放什么酒呢 这些酒自己掏钱买了啊 那外面不到下雨一下雪 咱们蹬的都不知道 我自己能收拾 我都 喝这老鞋 喝他喝的时候 咋不管点什么 咋管呢 准钱 让我提供一下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要扎了我吧 扎了 你再这么做 你杀了我吧 你电话你都不听 我不用你们操心 我爷让你去的 但是爸我跟你说 这个妈我都相忠了 我老喜欢了 你去你也能相忠 我还有生人的 你说让你们天天整这 是干啥的 你就当溜达了呗 打卡 我爷让的 真好姐 他俩成了 咱俩就成了姐 老妈 老妈啊 你是啥在这知道吗 妈 妈 小点声好好说 我怎么小点声 我小点声啊 他说是啥呀 嫌我是不是大 你开始你不认识我们 断你不认识穿群 你让我去 哎 我看见那是三个肤 你穿你西装笔 里边穿了三街头笔 你咋不认识 你不认识啊你 别别 你咋不认识 我 回家 你 你们送我回家贝姐 就是他 就是你骂姑娘吗 对啊 他买车你骂他干什么呢 为啥骂人呢 哥他要买奥迪A8 我就买呗 我们又不是买不起 哥我们卖的是保时捷帕拉梅拉 还从事卖一种 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帕拉梅拉A8款的 啥呀你问的 可能是没有那种没材是吧 没有信号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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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爸爸洗脚 不用管我自己洗 哎呦姑娘给爸洗脚就是天天地地的 不是你有啥事不 我没啥事 只有些块钱买个鞋 哎呦 我没有啊 哪个爹能给你一千块钱的给才洗去 哎呦你都扎着水了吗 我没啥的 我在外面洗脚没这么贵啊 我都给你洗完了 不是你这牌手法来的 刚才一走就路上厨房拿的 那他把这洗太门 爸你说我要给你做个饭 你能给我买双鞋吗 能做个屁滚 可闹着了 爸你别吃那个 你再吃头发也尝不出来 你尝尝我这个至尊无敌手抓饭 姑娘朋友对你咋样 不咋样了 那你不至于害死我呀 这咋吃呀 我都听你尝了 就是有点咸 完了你拿这个纸 这么吸一下的你尝尝 我也不吃 爸 你说有一天你要是死了 咱俩钱是不是都是我的 那么废话 那你现在不就是吃我用我的吗 有屠给你提折了 你脑袋得闲置了 帮你上了再买双鞋吧 今天这鞋不买 是不是就赖到我家不走了 那大冬天那死冷的 我这手脚冰凉 我都没有一双好看的后面鞋 我不买了 我多穿两双袜子得了 你整个装箱 你马上就买吧 爸 叔 你看那个鞋好看吗 你能不买完了吗 你在那墨主一天干啥 真粘牙 我就嫌让你给我报休 那不给你了吗 赶紧拿着鞋走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不要再看见你了 好嘞 走 谁啊 叫我爸 叔叔 你好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以后呢 别叫我爸 叫雷哥 好嘞 雷哥 你不说你睡觉的吗 但你还说你那家睡觉呢 我一样偏 你说少啊 说点好的 我给你五百块钱回家 太少了 一千 不行 我他妈就带一千两百块钱 你要不让我玩呢 那给我一千一 我就走 去你妈不给 那跟我一起喝一下 走一东西 他给我我就走 谈点父子女校的东北妇女 我是你父啊 又不是学院池里的王吗 你今天要买这个 明天要买那个 买的哪是有用的 咱家钱大风寡来的 哪一分钱不是我汉猪掉地 摔八瓣 挣回去的 我告诉你啊 不可能给你买 现在这个里面的小票不好 然后这些我帮你包装起来 买买完了啊 别动不动就往我家搬 搬家费挺贵的 我回家就把密码改了 再说你现在这些都是很老行为 你家有人被罢 我耽误你了 你猜一猜 没有 那我还想买一个钱的要面膜 什么 谁的要 面膜 阿赵 爸 你干啥呢 我相亲呢 你干啥呢 相亲呢 想你来的 母爹 谁让你来的 母爹 没有 爸你爸爸过来 我爸相容我就相容了 妈 我干了 你真行啊 你等会儿 小伙子出现在的 不熟 不熟 那叫过呢 哈哈哈哈 这我爸走不点了 你刚刚这么腼腆 哈哈哈哈 那不喝呢 你觉得我那咋样 他觉得不太行 我也觉得不太行 除了长得帅眼 感觉性格不合 你那胖人都想弄你了 你觉得我那咋样 瞎了眼了 你看我就觉得吧 谈不懂干嘛能 是我是说他能来跟你相亲 就是瞎了眼了 哈哈哈哈 爸不见 说你觉得你拿火腿 火腿 他不到我不吃肉啊 嗯 哈哈哈哈 我最忘的不吃肉身 那你给他换一个别的吧 那你怎么没啊 那门口你那个老丛律 我爷爷能喜欢 那我呢 你换一个车开呗 过节我把车给我爹了 嗯 那我呢 家里的老做车 你换一个开 太老了 还花这么多钱改装 他妈 我开都嫌老 我就说吧 你又不能想弄的这个 开圈试试啊 姐你看我刚买完 让我歇个两天呗 哈哈 那后面给我送来 行 哈哈哈哈 别瞅我啊 那心情非常不好 咋的啊 我不是你爹啊 我不过节啊 我不收礼物啊 我以为你是我哥 你我都给忘了 哈哈 主要是这车 是我给你买的 你又给你爹了 那不就是我给我爷的吗 那比你消息还大呢 我多 说啥呢 买点吃的钱 给我带一份黄桃锅包肉 这臭钱 这几块钱都买啥喝多 这是一百 我奶给你打电话让你相信 我说你喝多了 一个麻辣的一个蒜香小龙虾 二百 够份了吧 哎呦我奶一会打电话 我真不知道应该咋说 再等会儿 常常给你八百 你现在火速找五百 要不就给你干我奶 三百还挺了 干我奶 都送我个啊 不是你给停车费交了再走 这他妈免费停车位 你去我家门口了 还挺栽冷的 多钱 但气质颜值丑的 别人都十块 你就给我一块钱就行 我就我就去 我高低 我给你三百 你喝多了 这是三块钱 这你刚给我的三百 你自个儿瞅瞅 干嘛 你这气质 我他妈必须给你少一千 搬走啊 别这样是吧 老傻了 爸给 还有呢 零食 谢谢呗 还有还有呗 好玩吗 给你喝吧 你把我给你的零食给他了 你当真把我的零食给他了 你下次再这样 我可不能再给你带吃的了 多少钱 给 三千四百五十九 你咋算的 三十四加五十九 你们咱们早时又没起到 三千四百五十九 他们说明老师现在都气下不来房子 给我 要走了 行 你没更更短吗 我走了 赖蛤蟆 下次我还给你送不好吃 哈哈哈哈 我在公园呢 你干谁呀 他俩 给我放了一点 啊 我爸一会来熊腿冷暖吃饭去呗 ok 哈哈 考完票买啥车呀 那必须是 你不用太惊讶 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GT2 你这种水平没喝酒 你就要招待机啊 真早不让你爸给你买辆GT2呢 你抽烟吗 你抽烟吗 不抽 你不抽你怎么不买法力呢 他要能够买GT2还是我爸了他 哈哈哈哈 这是谁的GT2 你爸 我 我 我 啊 GT2 干啥给我下赞情了都 你不用太惊讶 你爸爸真的可以给你买辆GT2 哈哈哈哈 笑啥救救我 你咋整啊 救我啥呀 推吧 你太惊讶 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GT2 你这种水平没喝酒 也需要找代机啊 你说西游记里面这些男妖怪 为什么抓着唐僧都想吃他 而女妖怪抓着唐僧 只想跟他成亲啊 嗯 那你的意思是 想要男妖我也跟他成亲呗 谈点妇女之间的灵魂对话 你告诉我孙悟空的母亲是谁 是石头啊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她从出生一直到取完经回来 她从来都没去看过她妈妈 为什么 咋看呢 没法看呢 怎么没法看呢 你忘了 因为她一出生的时候 她妈妈不就炸了吗 你发现西游记里面这个唐僧啊 他好像从来没洗过澡 你知道为啥吗 知道啊 为啥 因为每两集都给妖怪说 来 小的们 把这和尚给我洗了 我想问问你样子 里边这个杀僧杀和尚 你说她那个担子里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肯定不是衣服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换衣服 也不是吃的 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去化园 你仔细想一下 他们一直都是四个人 所以我怀疑 里边装的是麻将 你说这个孙悟空 他为什么吹一口气就能把妖怪吹晕了呢 什么原因 五百年没刷牙 吹你一口你试试 你说西游记里这么多神剑 为什么没人把那孙悟空收了 当作季呢 问题是骑哪儿啊 骑的肩膀上不成的儿子了 人家骑的都是大象 老虎 狮子 你骑个猴 有点不太严肃吧 再说 他老爱翻跟头 你能坐住啊 你说这个西游记里这个人参果啊 是不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对啊 那你说正原子 他这个人参果啊 为啥腰个不去偷这个人参果 非要吃糖丝肉呢 正原子的人参果是素的 但是正原子可不是吃素的 你说这个西游记里这孙悟空 他明明都刀枪不入 那为什么和妖怪打架的时候 他还用金箍棒去挡那个兵器呢 孙悟空虽然厉害 他又不傻 就像你小时候我乃打你 你明知道打不死 那你为啥还要躲呢 我现在还想问一下这个孙悟空 你说他在巅峰的时候 可以大闹天宫 可以打十万天兵天将 他为什么在取星的路上 经常打不过那些小妖怪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你想想 他大闹天宫的时候 碰到的那些都是给玉帝打工的 都是一直一直就得了 谁能真玩命啊 但是他在路上碰到的那些妖怪可就不一样了 人家可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 每个人都很拼命 你别说孙悟空了 就算他师父菩提老祖来了 都得给他打出舍利来 你别笑 发死了 杨子彦你不要觉得你对西游记很了解 我不是跟你吹啊 就是西游记我们小时候看 每一集的故事情节我都倒背如流 记忆那是相当深刻知道吗 那我考考你呗 你考啥 唐僧的金箍咒是咋念的 孙悟空数啥的 猪八戒是什么品种的猪 白龙马一共走了多少步 金脚大狼的脚是纯金的吗 二狼神的第三只眼睛 是单眼瓶还是双眼瓶 那十万瓶瓶都叫什么名 最后一个问题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是哪一集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梦着和日本鬼子打架了 对啊 你咋知道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爸爸又梦到好多日本人又来欺负我们 然后我为了保护你们 我就冲在最前面 我见到日本鬼子 我就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你都不知道 爸爸昨天在梦里有多神勇多威风 我听到的不是这一个呀 你听到的啥 太军 他们就藏在这 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 交男朋友了 但是爸爸不同意 你会怎么办 那我就换一个呗 我问个爹还用他同意吗 你现在有梦想吗 我的梦想是长大当一名法官 为什么想当法官 除暴安良 为名除害 那爸爸问你 如果有一天爸爸犯错了 你是法官 你可以通融爸爸一下吗 可以 你是我爸爸 枪毙的时候 我给你插个对 或讨论 他不再討意 arin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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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明镜